古古爹给小白天送窝头来了 直接就往嘴里面塞呀 小白天不接 公主一直在仰头表示拒绝窝头 又给她拿手上 依然不接 窝头掉地上了 古爹走了 小白天心碎了 虽然有点委屈 还是把窝头捡起来了 换个位置 去自己的大门口坐着了 坐下之后先弹了一个枇杷 闻了一下窝头还是无从下口 再挪一挪屁股 换一个最舒服的坐姿 把窝头摘在怀里面委屈上了 此时小白天的心理活动 真的是太欺负熊了 本公主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不给我按摩就算了 还让我吃这个破窝头 关键是窝头掉地上 她还转头直接走了 真的是越想越生气 宝宝哄跑了 后面发现古爹在用手机 监督她有没有吃窝头 小白天还是勉为其难的 吃起来了 看来白天公主只能拿捏 三位年轻来罢 在古爹面前还是非常乖巧的 对比一下 在面面来罢面前的样子 就是一个傲娇又韧性的小公主 快给公主按摩吧 其他什么都不用说了 多说武艺 公主不听 被按摩的时候 小白天可享受了 她还会指挥按什么地方呢 特写镜头下 小白天的盛世美颜 真的好漂亮啊 两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妩媚又纯真的眼神 优雅又高贵的气质 这么美好的宝宝 当然值得集万千宠爱鱼医生了 北洞的大熊猫 对沃特的嫌弃表现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胖大海在吃沃特的时候 喜欢芭拉 基本上都是在喂乌鸦了 像这样芭拉全都撒在地上了 也不知道最后能剩下多少 真正能吃进去的 所以北洞的鸟儿 个个都养得特别的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